在南台灣 高雄市長陳菊他是依舊19萬票 高票當選 也連帶拉抬高雄的市議員選情 綠營是連夜討論 決定要推康玉成來找出下一任議長 而這也代表著陳菊他選前還喘出的這個議會過半 要完全執政 可以說是順利達政 起了個大早 一派輕鬆 自信滿滿 高雄市議員康玉成不只順利連任 他還是綠營內定的下任高雄市議會議長 配合市政的推動 主要是希望高雄的進步能夠加快 不是掩護 不是護短 不是護航 是希望能夠讓高雄市的進步 腳步更快趕上其他的城市 能那麼篤定要接任議會龍頭 都是因為選舉結果 議會66席次中 範率佔了38席 超過一半 民進黨連夜表決 決定推康玉成角逐下任議長 這也代表著 陳菊選前喊出的議會過半 要完全執政 正式達政 目標就是過半 那這個絕對的優勢 我想應該是100分了 而陳菊拿下的票數更是全國各縣市首長中最高 以近百萬票的得票數壓過了對手楊丘欣 高票連任 市長寶座 黨部不會言 執政黨 國民黨施政不力 也成了陳菊拿高票的助力 選舉前的氣爆沒有撼動花媽的高人氣 不只拿高票 綠營在議會席次也過半 也讓陳菊大大鞏固了高雄地位 繼續稱霸南台灣 永遠TV 蔡宗盧 李宗憲 高雄報導 請按讚 請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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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鐺 surve needed